女人上完班刚回到自己的家中 结果却发现兜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等她掏出来一看 里面竟然多出了一坨小纸团 莫非是有人写给自己的情书 可结果刚一打开 上面却写着数字三十 女人百思不得其解 她以为是有人搞的恶作剧 因此便没有在意 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 女人刚走进公司大门 她却又在兜里摸到了什么东西 等她掏出一看 竟然又是一坨纸团 更诡异的是 这次上面的数字变成了二十九 这可把女人搞懵了 她不明白究竟是谁放她兜里的 于是等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她还特意检查了一下兜里 确认没东西后 她才安心地上班去了 可她打死也想不到 就在她下公交车的时候 她居然又在兜里摸到了东西 而不出所料的是 果然又是一坨纸团 并且这次上面的数字变成了二十八 难不成是公交车上的哪个变态方法 可奇怪的是 这种怪事在日后的很多天都没有消失 直到数字变成了十三 这时女人开始有些慌了 于是便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闺蜜 闺蜜听后想了想 紧接着便给她出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自己也写一个警告对方的纸团放在兜里 这样那个变态看见了也许就会收手 女人觉得闺蜜说的有些道理 于是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就先自己写了个纸条放进兜里 然后便出门去了 在公交车上的时候 这次女人专门留意看谁会往她的兜里塞纸条 好在由于自己高度警惕的原因 女人没有给任何人放纸条的机会 直到车子到了站台 女人也没有发现一个可疑的人 这次总不会再有其他纸团了吧 结果女人万万没想到 等自己网兜里一身 自己写的纸条不紧不见了 竟然又多出了变态放的纸条 而且数字还变成了十二 这可把女人整不会了 莫菲自己上演的是穿越时空的爱情剧本 于是到了第二天 女人又写了一张骂对方的纸条揣进兜里 结果等下公交的时候再往兜里摸 纸条果然又被调包了 并且数字还变成了十一 到了晚上 女人在下班回家的途中 她想起自己还有些邮件没有拿 于是便打开了自家的邮箱 然而就在自己刚去走东西的时候 她竟然又在旁边发现了那坨纸团 结果这次等她打开一看 数字竟然直接变成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这下女人可不淡定了 受到惊吓的她立马就跑回了自己的屋子 可还没等女人喘一口气 她就发现自家的地板上 竟然就放着数字一的纸条 这下女人彻底崩溃了 瞬间被吓得瘫倒在地 好在到了第二天 得知情况后的闺蜜为了照顾女人的情绪 便让女人带上东西到她家去住一段时间 然而就在两人回家拿行李的途中 女人却半路停了下来 因为她害怕自己的邮箱里又会出现指导 而闺蜜也看出了女人的担忧 于是便自告奋勇地打算去帮她看一看 结果刚一打开 一只弓弩竟然直直地射中了闺蜜的脑袋 这可把女人给吓上了 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莫非射在脑袋上的那个骷髅 就代表着最后的数字灵 很显然最终经过抢救 闺蜜还是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 家属得知这个消息后 瞬间崩溃得气不成声 而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女人 自然也是 开心得不得了 因为还好死的是闺蜜 不然的话 现在躺在那里的就是自己了 title 你 teenage的 这个是心不懂的 那里的朋友 还行 不得了 我可不得了 感谢观看